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3日 今天要講關於中美新冷戰背後思維邏輯的問題 要看一個宏觀的結構 為什麼中美新冷戰會有這麼徹底的改變 由綏靖政策變成新冷戰 首先要講關於Tag Talk 繼印度禁了Tag Talk 以及很多軟件之後 現在美國作為牽頭羊 當然要做功夫 在西方很多國家包括日本也加入討論 現在美國就說要禁Tag Talk Tag Talk過去兩年在美國的發展很厲害 因為一些很短的短片 有些人覺得很好玩、很開心 現在年輕人很多都是忍受不了長片 幾秒鐘、十秒鐘的片 一個娛樂 他們覺得很過癮 結果發展得一天千里 但是現在美國政府意圖禁了它 包括參眾兩院已經討論過 是不是要限制公務員不讓他們用Tag Talk 但是這個限制 只不過是很小的影響而已 因為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涉及到後門的問題 醞釀了這個討論 進一步 美國總統川普 可能會做什麼舉措呢? 第一 就是限制Google 以及蘋果 不讓他們在平台上上架 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眾要下載Tag Talk 當然要翻牆了 又或者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做 這個成本增加了 一定會大大減少了他們的下載量 這是必然的 第二個做法就是可以在伺服器裡面 按了它 即使你翻牆也是很困難 也未必能夠翻牆用到 幾乎是趕絕了它了 現在Tag Talk其實也知道的 抖音是知道的 所以抖音它有前後幾個功夫要做的 第一 它意圖來香港上市 在現在的情況下 將中國還賺到錢的抖音先上市 字節跳動 現在已經計劃來香港上市了 所以 在香港上市就結束了一筆錢 然後海外的 可以做到就做了 做不到就算了 做不到就賣給別人了 賣給誰呢? 美國最大的科網企業當然是微軟 跟微軟似乎有交易的意向 但是又傳出一個消息 說川普禁止了 但是 我今天一個小時前拍這段影片就說 原來已經跟川普溝通完了 微軟 決定繼續進行這個交易 如果完全將100%賣給微軟 或者將大部分股權賣給微軟 就變成了美國企業了 字節跳動又可以拿到一筆現金了 理論上是雙贏的 但是這裡衍生了一個商業倫理邏輯的問題 就是 美國是號稱一個自由市場的國家 為什麼他可以禁這個Tag Talk 或者應不應該禁這個Tag Talk 當然了 美國總統背後就說 這涉及到國家安全 因為這些中國制的軟件 是有後門的 有信息的洩露 私隱的洩露的問題 很明顯信息私隱的 國家安全的問題 不是最主要的討論點 最主要的討論點是什麼呢? 就是到底美國號稱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的國家 民主國家 他應不應該透過政府的力量介入市場 限制外國企業來發展呢? 這就要涉及到一個意識形態的轉變問題了 以往的綏靖政策的年代 就是特朗普以前我稱之為綏靖政策的年代 在綏靖政策的年代 在美國或者西方的思想裡面 他們是發達國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當然它是後發的 所以他們的競爭條件是沒有這麼優勝的 如果沒有這麼優勝的時期 我們就應該讓財了 就是讓你兩球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西方國家進入到中國 它有很多限制 西方國家認為可以容忍 可以接受 因為你是後發 後發的時期 我就讓你兩球了 同樣道理 中國企業如果走出西方 由於你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 我們就讓一個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 讓你們發展 但是中國的企業 出去是可以自由 但是美國的企業入到中國 卻要受很多保護主義的限制 這種是綏靖政策年代的思想 其實背後的邏輯 是一種傳教士式的思想 這種傳教士式的思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假定西方人掌握了一些真理 掌握了一些宗教的思想 掌握了一些真理 然後 他就是要帶去中國 帶去印度 帶去其他落後地區 讓他們慢慢感受到資本主義的好處 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可貴 從而解放他們的思想 從兩邊到旁邊 過去幾十年 新自由主義 就是作為一種傳教的精神 而美國和他們的商人 就是一種傳教士 以往就是一種傳教士式的角度 但是很明顯了 經過三四十年了 就發現 一種傳教士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讓財讓人兩球 但是你已經追上來了 中國雖然現在的人均GDP還是很低 一萬美元 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中等收入剛剛踏進門檻 還是中低收入的國家 但是中國人多 人多 第二 沿海也是很發達 所以中國在過去幾年 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是搞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什麼意思? 就是武林盟主 他有七十個一帶一路國家 阿非拉兄弟一些落後國家 加進去 或者歐洲有一些已經衰落了國家 又加進去 所以 你已經是國力的影響力這麼強大了 你不再是發展中國家了 即使你的人均GDP發展中國家 你的GDP總量是世界第二 有後來居上 分分鐘可以再過幾年就追過美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重量你兩球就不合理了 但是 如果重量你兩球 一定是美國最後被拋離 被落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要取消羊球這種概念 就是要跟你全面去競爭 全面去競爭 由於美國的市場是自由的 而中國市場是不自由的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要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所以中國你有禁止美國的科網企業進來 美國就這麼想 他又要禁止你中國的科網企業進來 這就是整個意識形態的改變 由綏靖政策 到全面開戰 到同等平等概念 所以 川普口中所說的平等 口中所說的對等 其實就是這種思維 以前是有讓賽的概念的 以前覺得重量級拳手 以及輕量級拳手 不可以一起打的 打的時期 重量級拳手可能是讓單手而已 以往美國讓單手 現在覺得不是了 要往死裡打 即使你現在變成中量級了 我作為一個重量級的 我也要派太臣荷里非特出來跟你打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整個意識形態的改變 證實了過去幾十年 所謂傳教士的手法是破產的 是失敗的 自從尼克遜以來 就是在走這一套 到了80年代 列根以來 其實就是用了費利民的思想 就是將中國先由經濟自由化 最終 就會導致中產階級抬頭 然後中產階級就要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 然後將中國又經濟自由化 最終帶向政治自由化 這套整個八、九十年代的思維 這個歷史是終結論 所以其實這個已經用了四十年破產了 中國不僅沒有走向政治自由化 而且習近平治下還強調什麼? 黨政軍文學 東南西北中 一切聽黨指揮 一切由黨領導 而習近平說的軍事改革 習近平所主張的政黨改革 是什麼? 就要牢牢由黨去掌握 鞏固黨的權力 鞏固黨指揮解放軍 這就是所謂習近平的現代化 這個治理現代化 就是要更加穩固 用大數據 用高科技 更加穩固黨的領導 所以 整個意識形態改變 就是導致今天新冷戰爆發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有一批人認識到 這個新自由主義所講的理論 是破產的 在中國完全用不出 用不上 而中國在同時間就講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其實就是 刮了費利民等人的一大把 告訴你 你過去幾十年所講的 美國所幾十年 抱持的中國政策 是徹底失敗的 你最後養大了你的敵人 所以這套意識形態改變 背後跟特朗普上台 以及最近一年左右 美國一些新的政治的智囊 白宮的智囊入主有關 而其中一個最近在大陸的媒體 很常報導 那個人叫余春茂 余春茂是南開大學畢業的 1985年的時候就去了美國 後來美國讀了歷史系的博士 最後在美國做歷史系的教授 研究中國近代史 余春茂最近加入了特朗普政府 現在就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點名 說美國突然間的政策的轉向 對中國這麼激烈 就是來自余春茂之手 然後廣泛在大陸不同的媒體批評 他這個漢奸 余春茂的Facebook 我爬了他最近五年的post 看到他的意識形態是如何 首先 胡錫進就說 1985年離開了中國的人 對中國當然是沒有認識 而他對中國的認識是來自網絡媒體的公知 而他們是誤導了海外華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有些人批評他為漢奸 而批評他的漢奸背後 就要涉及到另外一個邏輯學的問題 在以往我們講漢奸 漢奸這個字其實是來自清代很常見的 譬如說投降給滿洲人的那些就叫漢奸 晚明開始已經經常有這個概念 明代代表漢人的政權 所以清代代代表漢人的政權 到了清朝管治天地會 那些二五仔那些就叫漢奸 或者幫清朝做官的漢人那些就叫漢奸 所以這個概念在明清時期是相當流行的 到了晚清也說了很多 但是這個就涉及到背後一個概念 因為以前 講漢奸這種 其實就是一種叫做 血緣民族主義 就是你的父母來自什麼族 你就是什麼族 而你背叛這個族的 你就是出賣了你的族人 所以背後就是一種叫做血緣民族主義 但是到了現代了 現代就是講文化民族主義的 文化民族主義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每個人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國族 因為我們有移民的 有改變效忠的 是不是? 譬如說這個特首林鄭月娥 她就說不想說她家人是什麼國籍 那就是如果有人問我 你有沒有打過劫 我就說我沒有打過劫 你家人有沒有打過劫 有沒有犯過法 我家人沒有犯過法 沒有就沒有了 是不是? 那你 就是 為什麼不說你家人有什麼國籍呢? 當然她有她的自由 沒有 但是 去改變國籍其實就是一種改變效忠 因為在現代的概念 就不再講血緣民族主義了 血緣民族主義了 我們說文化民族主義 就是講我們個人的身份認同 你是屬於什麼民族的 你是屬於什麼國家的 是你的身份認同 是你自己可以決定改變的 這個其實當然 你如果移民到美國的 你移民到加拿大的 你就改變你的效忠 改變你的效忠 你文化上認同了美國 認同了加拿大 你就是美國人 你就是加拿大人 而你是宣誓入籍的時期 你是唱過當地的國歌 你是宣誓要效忠他的國家 你移民到澳洲 你就要效忠澳洲 所以習遠平同志就移民 據說移民到澳洲 你就要效忠澳洲 所以如果澳洲受到侵略的話 他們就要用他的生命去捍衛他們的效忠對象 這就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 所以現代中國人很多移民了去 但是其實他們沒有效忠到他新的效忠國家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你是背信棄義 因為你是宣誓 發誓 所以如果你移民到美國 你還是效忠中國 其實你就是美奸 所以漢奸背後的概念 第一就是原民族主義 第二就是他是一個大漢族三民主義 大漢族三民主義是什麼意思? 就是 他是以漢族為中心 以漢族為本 而是蔑視了其他民族 蔑視了其他文化的多元性在裡面 因為 即使我的血蕊是漢人 但是我效忠改變 而我 去到外國國家 在其他新的國家 我效忠其他國家 但是同時間我也可以想漢族或者中國人好嘛 只不過他在政治上不認同 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由某一個黨領導好 比如說我不認同英國由工黨領導好 也不代表去了英國的人是不效忠英國的 可能他支持自由民主黨 可能他支持保守黨 或者他去了英國他有不同的政治主張 這是無所謂的 你不一定要效忠某一個黨的 這是另一個概念 但是中國今天號稱黨政軍文學 東南西北中一切由黨領導 所以他牢牢去套緊了 掌握了 只要你反對了黨 就等於漢奸 其實他將邏輯一下跳躍了 所以這也是對余春茂的批評 但是托 或者是對中國的其他政策 突然間這幾個這麼強硬 是不是跟余春茂有關呢? 這個我也相信 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據說他的辦公室跟蓬佩奧是幾部資格 最近網上看到袁弓儀跟他拍了一張照片 當然我不認識他了 我只是在Facebook看過他幾年的post 花點工夫去爬 但是從這一點去看 就是 修正政策的改變 似乎美國整個社會也有一種改變 因為在議會裡面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議員也有這種改變 所以換句話說 即使川普現在選輸了 民主黨上台 對華的整體政策 都仍然會由修正政策 跳躍到新冷戰的格局 但是當然了 新冷戰的格局執行的情況 拜登和川普我相信一定是有差異的 所以現在中國政府決定什麼都不做 拖自決 香港國安法之後 照來香港上市 企業大規模離 據說恆大分拆來上市 字節跳動又說研究來上市 然後螞蟻金服又來上市 巨企全部都會來香港上市 原因是什麼呢? 希望拖到特朗普下台之後 看看拜登執行上面 有沒有這種魄力和決心 無論如何今天就講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 現在我Patreon裡面 我改革了一些做法 大家可以去聽聲音檔 5美元可以聽到聲音檔 在9月之後 我之前有很多文字摘要 每一段片幾乎都有文字摘要 我會升級到10元或以上的 就可以看到文字摘要 由9月1日才開始 15元或以上就可以看到參考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講的參考資料 有圖表等等 我都會盡量上載上去 給大家參考 OK?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subscribe留言 多謝 拜拜